所有資訊都要精確 我從 在 廉價之前 打電話 要找你們某個部會的 結果這個公務電話 是空號 然後你們給的我要找的那個人的 手機竟然跟你們 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國會聯絡人手機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還是研究所的 研究所不是對數據要特別敏感嗎 如果連這件小事都做不好的話 我不曉得這個是不小心太混 還是在耍什麼小動作 所以你們回去弄個清楚 再來就是 另外我要在這邊代表 我們所有原住民跟勞動部 先道謝一下 就是我們這次的 這個延平鄉的這個風災非常嚴重 宣導 那比較難得是說去宣導的時候 雖然是廉價 雖然是中秋假期 但是那天下雨還有人感冒 但是大家 態度都非常的熱情 然後保持微笑 這個是你可以感受到的 我想就是說態度決定高度在這邊特別勉勵 感謝大家 好那我們接下來請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那麼在報告之前特別跟主席致歉 因為我們那個資訊 大概貼錯了 那麼昨天發現之後 我們馬上就加以處理 所以已經更正過來了 以後我們希望不要再發生這樣的情況 好 那麼以下就進行我們本部的業務報告 那麼今天很榮幸可以應邀到我們委員會來 向各位委員提出這個報告 以下要緊就當前的勞動情勢 本部施政的績效 還有未來施政的重點 向各位委員做出報告 那麼在勞動概況方面 那麼105年7月 勞動力人數是1174萬7千余人 就業人數是1127萬5千人 失業人數是47萬2千人 那麼在工時的方面 105年1月到6月 每個人每月工時平均是167.2小時 比較104年同期減少了3.1小時 那麼在薪資的部分 105年1月到6月 每人每月薪資平均是5萬2千186元 那麼經常性薪資平均是3萬9千106元 比例年的同期最高 是最高的 職業災害方面 那麼在105年7月為止 勞工申請直災保險給付 是16472人次 那麼比104年同期減少了1660人次 值載給付的千人率是1.634 比104年同期減少了0.185個千分點 那麼另外就勞動三法實施的部分 在105年第二季工會加速是5452家 團體協約簽訂的加速是142家 勞資正義案件到7月為止是14281件 那麼接著請就 安穩安心安全安定安樂跟安養 這個六安市政的理念作為架構 我們提出本部的施政績效跟未來施政的重點 那麼首先在安穩就業市場這個方面 為了強化勞工就業的技能 透過方案及計畫協助事業單位 為員工辦理訓練提升他們在職場的競爭力 我們以置辦尾辦或是補助的方式 辦理就業導向的訓練 在職業訓練 來提升事業勞工就業的技能 那麼此外我們辦理了雇用獎助措施 跨域就業津貼還有缺工就業的獎勵 等等這些就業獎助措施 來促進國人的就業 那麼為了擴大就業的服務 我們運用了台灣就業通網站 跟四大超商門市通路 提供求職求財跟職業訓練的資訊 並且辦理就業博覽會等 多管道就業媒合服務 協助事業單位來招募人力 那麼在協助青年就業的部分 依據青年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推動各項訓練計畫 跟辦理跨域就業津貼的措施 來降低異地就業的障害 那麼至於中高齡就業的部分 除了已經成立 引法人才資源中心之外 將加強來推動個別化的就業服務 職業訓練課程等等 以促進他們再就業 那麼另外對於尼伯特風災 我們本部啟動的災區協助的措施 提供臨時的工作津貼的機會 並且補助災區的勞工 他們勞救保費用半年 此外為了協助民眾取得創業的資金 我們放寬了微型創業奉房貸款 的深貸的資格 那麼在安心工作條件方面 勞計畫第36條裁量的基準 已經在9月10號公告 並且將在10月1號來實施 另外為了保障非典型勞動者的權益 我們已經檢討修正的雇用部分 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 另外對於派遣勞工 我們將持續的研離專法 並且辦理派遣勞工 轉正職經驗分享座談會 及專案檢查來督促業者所法 那麼在安全職場環境方面 除了增加勞動檢查的場次 並且設置了1955勞動條件檢舉的專線 以保障勞工的權益 那為了保障職災勞工 職災勞工不論有無參加勞保 那麼都可以申請津貼的補助 並且推動職災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 連結各項資源 那麼協助職災勞工跟家庭 他們度過難關 此外在安定勞資關係方面 我們積極處理的太子汽車 華信航空及國道收費員等勞資爭議的案件 除了要求地方政府積極介入 並且視雙方協商的情形 適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在安樂工作生活方面 放寬托兒措施補助申請的要件 增加補助的次數 並且提供生意給付 線上申辦及手機簡訊的服務 同時在我們推動的工作與生活 生活平衡的補助計畫 並且辦理工作生活平衡獎 選拔表揚以鼓勵企業 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 那麼在安養退休生活方面 落實了勞退新救治提拨及查核 目前勞退救治的退休準備金 已經提拨到1943億 那麼勞退新治退休金提拨 已經收了1兆5000億元 那麼另外就高雄市勞保欠費的問題 我們修正了勞健保 應繳納數為計算基礎 那麼補助高雄市政府 此外目前勞動基金收益已經達到1079億元 收益率是3.54% 整體基金的規模是3兆2456億元 那麼連續四個月創造今年的新高了 那麼接下來報告本部未來的施政重點 在六安的安穩就業市場方面 我們已經就中高零者就業促進專法進行委託研究 那麼預定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 並且規劃在106年初 邀集勞資團體學者專家來共同研商 那希望能夠完成草案 那麼此外我們配合長照服務體系發展 及充實照顧服務人力 我們規劃擴大勞工就業的獎勵措施 將製造中心及居家照顧服務提供單位等 照顧服務工作的失業勞工 能夠納入適用的對象 那麼另外為了擴大推動留財跟染財的措施 我們研議修正的就業服務法 規範規劃取得永久居留的外國人 即得在台工作 並且增加流用喬外聲名額及檢討評點的配合制 且針對外籍專業人士的配偶 研議他們在台的工作資格 他們至於建立外籍勞工預警制度部分 我們建立的產業跟社服兩類的警戒指標 並且在10月跨國勞動力小組 我們在會進行討論之後 那麼希望盡速來推動 那麼在推辦外籍勞工看護工喘息計畫的部分 我們規劃運用雇用獎助模式 那麼鼓勵居家喘息單位 能雇用本國照顧的服務員 並以外籍家庭看護工休假期間 可以提供喘息服務 那麼為了解決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的問題 那麼將協調來源國 加重外籍勞工行蹤不明反國的刑者的法則 並且規劃提高非法融流 媒介或是拼雇外國人的划緩 及這個裂犯的行者 同時為保障外籍勞工的人身的安全 我們將研議修法延長 違法雇主後續外勞申請案的管制期間 並對外勞申訴的次數較多的雇主加以仿視 那為配合推動新南向的政策 將協助中小型台商為員工辦理國內訓練的課程 及東協國家培訓智慧機械或航態的產業總指示之 接下來在六案的安心工作條件部分 那麼為了有效落實週休二日 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定名每七天 至少有兩天的休息 其中一日為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將持續跟勞資團體來溝通 以兼顧企業及勞工的需求 那麼在訂定最低工資法的部分 已經收集了國內外相關法制的資料 將持續研擬草案的條文 謹速完成報請行政院來審議 我們已經在7月26號跟9月8號 召開了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每月基本工資從明年1月1號開始 調整為2109元 每小時基本工資分兩階段調整 將以明年1月1號期調整到133元 那麼在安全職場環境方面 為了落實職業災害勞工完整保障 那麼本部將持續推動職業災害保險立法 除了將受雇勞工全部納入範圍 並連結職在預防及重建的業務 以建置完善的保障制度 那麼為了營造職場安全的環境 那麼除了針對高違規高職災事業單位 專案檢查並且沿逆勞動條件檢查 進行作為協助地方政府執行勞動條件的檢查 那麼在安定勞資關係方面 為了促進工會組織自由化 將持續檢討工會的法制 並且規劃在106年6月提出修正的草案 那麼另外為了協助勞工參與公司治理 將持續的向企業及公會宣導召開勞資會議 並且持續辦理勞工董事智能培訓的課程 以加強勞工參與董事會的專業智能 那麼在安樂工作生活方面 為了鼓勵受雇者申請育嬰留職勤心 辦理職場平權法令的研討會 及相關的研討會 並且製造短片級新導貸以擴散我們新導的效益 那麼最後在安養退休方面 為了使勞動基金獲取穩健的收入 將依各基金的屬性 考量他們的安全性流動性跟獲利性的前提之下 規劃最適資產配置及多元的投資 以追求穩健的投資收益 那麼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感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部長 那我們現在開始尋答 每位委員質詢時間為8加2 那列席委員是6加2分鐘 我們10點半截止登記 如果委員有書面質詢 請於散會之前提出 我們預示不候 那麼另外就是臨時提案的處理 我們在整個尋答結束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臨時提案 中午原則上呢 我們12點10分 我們要結束上午的尋答 所以最後一位委員上台時間 大約為12點 那我們會休息到下午2點半 好 我們現在開始尋答 第一位請洪慈庸 洪委員 主席委員 我們請部長 請部長 洪委員早 部長早 今天是委員會第一天的會議 那一開始 我先跟您討論一下 在9月10號公告的勞基法 第36條的新韓式這件事情 那這個新韓式的話 是在10月1號就要開始生效 那這個韓式裡面有提到 三種例外的情形 他才可以要求勞工 連續上班超過6天 好 那這個韓式公布了之後呢 其實外界還是有很多的疑慮 那我今天就先不跟你討論說 是不是這三個例外 是不是就超過6天 這個問題是不是大家所同意 那我今天就一些問題 先跟你做一個討論 當初這個舊的韓式廢紙 它從75年到今年 剛好滿30年 這舊的韓式已經運行了30年 那部長之前我有問過你 就是這2、30年來 你一直都也在 就是勞動部相關的這個單位 在服務 所以說其實你一直來 應該也都知道這個韓式 那你認不認為說 這個韓式是有問題的 不也是的 是有問題 好 那不管是新的跟舊的 其實它都違反了一個 法律保留原則 我不曉得部長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則 所以這個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覺得應該要 要把它廢掉 是應該要把它廢掉 好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是 不管是新跟舊 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勞基法第36條 它本身並沒有例外的規定 那行政部門怎麼可以透過解釋的方式 來創造這個例外的規定 部長你有想過這個問題嗎 報告委員在75年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時候大概也是經過研究 認為36條的文字 的確是有一些文藝比較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才會有一個75年的韓式出來 所以韓式裡面有兩個重點 一個就是36條裡面它沒有講說 兩個立架當中有6天的工作時間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有很多的行業大概是沒有辦法去 這個適用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才會有75年的這個韓式出來 所以有它的背景 但是後來75年這個韓式 被濫用到幾乎是所有的任何情況 都可以在必要時這個前提之下 全部都可以工作超過 工作超過7天到12天 好 來部長 我想你應該也沒有了解 我剛剛要問的問題 我今天的問題是說 今天我們這個法律制定的 這36條 它並沒有一個例外的規則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所有的法律的這個 法規命令或是行政規則 它都不可以凌駕於法律 所以你今天頒布了這樣的韓式 那你就要蓋過我們36條的 這個法律的一個規定 那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今天 剛剛就如同部長你講的 如果說我們今天真的有一些需要 有一些必要 那一定要有一個就是例外的話 那應該也是要有法律來創造 那有法律來創造的話 現在有例外的一個 勞進法裡面的條文是30之1條 那30之1條的話 我不知道部長你知不知道這一條在規定什麼 四周財信公司 不過我剛才剛才提到這個是沒錯 但是如果需要去做修法 那才是一個根本的辦法 還沒修法以前 那麼所以才會有75年這個韓式 這個韓式後來在法院裡面的 這個很多判例裡面 法院也同意有認可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一個韓式出來 所以可見在還沒有修法以前的過渡時期的處理方式 他們是可以透過韓式來加以處理的 好嘞 部長我跟你說 如果說今天你們要創造例外 我認為應該要回到30之1條 來做一個放寬跟討論 那當然正本清源的做法 當然是由法律面來規定 那才是正確的 那為什麼今天你們不透過30之1條 來做一個放寬 那為什麼要透過36條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疑問 那現在我們其實大家在討論的是說 為什麼要用36條 因為36條你就直接用一個韓式 就去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回到30之1條 30之1條它寫得非常的清楚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經工會同意 如事業單位無工會 對著需經勞資會議去同意 也就是說你這36條 在你們這個韓式裡面 你們只講到說 經事前徵得勞工同意後 這個就可以生效 好那也就是說 只要經過勞工同意 我們跳過了工會 如果今天這個事業單位 它是有工會的 我們不用跟工會談 它直接勞工同意就好 所以你也架空了工會 所以是不是你們在這個韓式上面 我們不去用30之1條 我們是在幫雇主 來省略這個比較困難的關卡 報告 報告我們的考慮 75年的韓式 它是一個 已經那時候在我們委員會討論過 所以委員會裡面的決議 是叫我們馬上要把它廢除掉 這是當時的最主要考慮 至於廢掉以後 馬上是不是可以透過30條之1修法 來補足當初75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那些問題 那麼我記得在我們委員會裡面很多的意見是30條之1 如果要討論的話大概還有很多意見 因為事實上也有很多聲音認為30條之1根本就以後不要了 所以我們才覺得說在大家在延商這個修法的過程這段時間 先把75年那個先把它廢掉以後解決當中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 然後爭取那個時間來討論修法的問題 我是覺得說我們用漸進式的方式來解決七休一的問題 好來部長我今天也是要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今天只要跟你形成一個共識 就是這個韓式是不合理的 也不合法的 他應該如果我們真的要要回到法律面的一個修改 那你今天好你說因為時間上非常的急迫 那這些產業他沒有辦法等 好那你要用這個韓式 我很勉強很勉強的去跟你講說好 好但是你接下來你應該怎麼做 我希望勞動部要提出正比較正常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說你的這個這個規定能夠凌駕於我們的法律之上 這一些法律都是由立法委員定出來的 好都是我們人民選出來的這些代表去定制定出來的 今天不是一個我們行政單位就可以用一個解釋去凌駕這一些法律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要表達的事情 那過去這個韓式就在75年所頒布的這個韓式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行政部門帶動的一個問題 在這個韓式剛剛部長也有提到的就是說 只要以前只要有必要 他就可以就是透過工會跟這個勞工同意之後 他就可以在這個各該州內去酌勤去更動 好所以這個有必要這幾個字 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剛剛部長你講的造成說 我們後來很多行業都自己去用了 好就是大家都去試用了 好那我覺得這是我們的行政部門 我們政府有很大的一個問題跟他的一個處理上面的一個錯誤 造成這30年來很多的勞工受到這樣的一個壓榨 好那現在我們新的韓式裡面又出現了 有這個必要這兩個字 好這個必要是基本的要件還是裝飾用的文字 它是基本的要件一定要我們會很嚴格的來執行這個必要 就是我們幾乎用類舉的方式 那個三個例外已經把它類舉的很清楚 而且我們還有後續的管控的機制 對好那您的管控的機制是什麼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們會要求他們如果你要利用到這三個例外的話 我們初期第一個階段很可能有人解讀不一樣 我們要求他通報或是登錄 我們有個網站設一個網站 他登錄了之後我們就看得出來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符合這三個例外的情況 如果不是的話當場就會跟他糾正或是輔導他說這個不行 如果是的話那你是不是按照這樣實施 我們後續的勞動檢查就可以依據這個通報的紀錄去做實施 好這件事情我希望說如同部長你講的他需要去申報需要去登錄 那勞動部也這邊會做嚴格的把關 因為這已經是例外了 那我需要我覺得是需要很嚴肅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我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關於南山人壽的勞資糾紛 來部長你有沒有掌握這樣的情況 有跟我們同事都有很密切的掌握這個情況 好那現在的這個狀況是怎麼樣部長 最大的問題像到底是雇佣還是承攬這個問題 那麼我們也掌握到民事法院跟行政法院的判決是不一樣的 現在好像資方也提出了釋憲案 所以道法官也受理了 所以還在等待道法官最後的審理結果 那麼至於這個公會所提出來的四項訴求 我們大概都跟他們都溝通過 大概都朝良心方面在進展 包括勞保健保還有稅務的問題 還有業務所的這些 還有這個上市公司要嚴格審查 這四個方面 我們大概都已經在幫他們處理了 都有在幫他們處理 剛剛部長也講了 就是大家的見解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在100年的時候 最高行政法院他已經確認了 是就是南山人壽跟業務員之間的關係 其實是僱傭的關係 那南山人壽到現在跟公會之間的 這個相處已經 我覺得已經是這個狀況蠻不良的 那最近公會有說要去抗議 那這個銀眼良總裁呢 他也就是讓公司發出一個恐嚇函 那部長請問這樣的一個問題 要怎麼去處理 包括我們在9月21號已經正式的函給這個 南山人壽公司跟他們講說 叫他們一定要尊重他們集會遊行的權利 所以不能用恫嚇的方式來給公會施壓 這個是不允許的 那這南山人壽有做什麼樣的處置嗎 我們除了誇文之外 我們私下還有去拜訪他 跟他強調這一點 叫他們絕對不能這樣做 好 那這邊我是要跟部長提 其實勞動部應該要多站在這個勞動 就是我們勞動者的這一方去處理事件 那今天這一件事情 南山人壽跟這個資方 這工會跟資方的這個議題 已經不是最近發生的事情了 他從2001年他就是入主之後 就一直都有這樣的一個爭議 那我也希望說勞動部能夠積極的介入去處理 那對於就是南山人壽 他針對於這些罰款 就是也不痛不癢的這些問題 這個上次我們在上個會期的結束的時候 已經有跟部長討論過 一例一法的這個構想 那這個構想不知道說現在勞動部的一個 目前的進展如何 這個可能還是要依照現有的法去解釋 過去一例一法好像一直還有不同的意見 包括我們的法務單位的意見都還不一致 所以大概目前還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好那我希望說接下來這段時間 這個會期勞動部可以真 看是委託學者或是你們自行去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那提出你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一例一法的一個 就是接下來的後續的一個做法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洪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林靜宜委員 部長麻煩你 請部長 林委長 部長 中秋節那段時間有兩個颱風 那不曉得您對於颱風天一些百貨賣場的營業 您有什麼看法 林靜宜委員 就覺得他們很辛苦 這種這個疾病是颱風下雨 他們還是要出來工作 那您覺得就是說颱風天大家都已經風災那麼大 然後我們一些就是這個百貨公司的這些勞工 他還要去開門讓人家來看電影買鞋子 站在勞工的立場勞工的主管的立場 您覺得這樣子適不適當 不適當 不適當 下一張好 我們其實 那我們部內有統計就是說 對於因為颱風天出勤而受傷 或者是而受到一些殖災的這樣子的資料嗎 老闆局有沒有 是 請請再說 是 好 因為我們沒有去根據那個原因 對 就是說這什麼事故 發生了這個殖災嘛 對 就是說受了什麼傷發生殖災 有那個傷病分裂 對 這邊職業傷害 我們勞動部這邊可以去了解就是 因為颱風天出勤的職業傷害嗎 是 麻煩你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都會有掌握 因為其實我們也不會去分颱風天或者是非颱風天 那職業重大職災的這個通報 反正它有傷害我們就會通報 當然我們去做有做一些分析 那因為職災在職業安全衛生法裡面是在工作場所勞動場所內發生的 那不包括這個通勤上的 那通勤時間他如果為了去上班然後被洪水沖到河裡算不算職災 那個在職業安全衛生法上面不算是職災 職業安全衛生法上不算職災 在勞保那邊會是勞保事故會 但是事故上可以給付 但是職案上面它不算在職業安全裡面 你的職業安全只管它的工作場合就對了 對 勞動場所 好 其實我們整理了一下 這個光也不是我們整理 那個是公事 他們就有整理說颱風天上班其實職災屢屢有船 那當然像這幾個案子是因為比較大 它真的是出了人命了 那至於說颱風天為了要去百貨公司工作 被風吹在滿地滾的啦 然後騎車騎到被風摔到地上的啦 這些幾乎都不會在這個統計裡面 但是它有沒有 其實有 2009年那時候莫拉克風災比較大 那個時候甚至有統計出來說 事有給付 就是剛剛這邊我們講的 勞保局這邊講的 當時是有 那一次的風災就有19個個案 因為這個原因 拿了勞保的傷病給付 那所以說我還是得肯定啦 勞動部幾乎每次颱風天要來之前 你們都會發一個公告說 天然災害 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 以及添資給付要點 那這個要點說實在 我們在勞動權益還不是很清楚的人 甚至連有這個要點都不知道啦 那我們仔細地看這個要點上面講的就是說 第七條如果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颱風天等等這些原因 他沒有辦法出勤 移不扣發工資 那如果他當天要上班的話 移加給勞工工資 所以部長您這個移的意思就是說 腦下有良心不得給錢 那意思就對了 對 因為還沒有法制化 還沒有入法以前 大概我們只能 因為是一個要點嘛 所以大概只能用移 用道德勸說 然後希望 事實上現在很多老闆其實也這樣在做啦 但是我們在文字上大概只能用移啊 所以您也知道說他問題是出在 我們這個法還沒有很明確嘛 對不對 好 再下一張 也提到說 假設他有發生這些問題 雇主不得強迫他 不得視他礦工 不得逼他補工 一樣也是意思就是說 今天如果這個雇主愛情又無良心的話 你也拿他沒辦法就對了 對 因為如果你要搭配入法的話 有罰則才會有公權力的行使 那有考慮要有罰則嗎 要入法以後才會有罰則 那有考慮入法嗎 對 目前我們是 我們在去年也召開了好幾場的座談會 是 那麼很多的專家學者提醒我們說 這個最重要的一個本質就是 它不可歸 它是一個天然災害 它不可規則於雇主跟勞工 都不可規則 對 所以說在全世界各主要國家 大概還沒有 還沒有用放假的方式 來統一的規定勞工不要出勤 是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但是部長 您站在一個勞工主管的立場 我們颱風天放假的目的是什麼 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 對 是因為國家遭遇天然災害 希望大家盡量不出門 減少人身的受傷 那甚至不要增加 包含救災救難 甚至是醫療上的風險 我給您看一個資料 這是這一次 我想百貨業在這段時間以來 他們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整理 這一次 這一次莫蘭蒂颱風的時候 這一個百貨業的出勤狀況 非常混亂 即使是像高雄 已經是整天停止上班停止上課 貨櫃都已經被風吹下來了 可是百貨業幾乎都要求上班 那很多是要求上班 那這個大家都全身濕答答的 去到了這個百貨業 後來風雨真的太大了 老闆發現這個開門也賺不到什麼錢 有說好吧 那這樣算了 我們下午不用上班 你回去了 那其實這些去上班的 這些就是說勞工 他其實已經離不開他的工作場合了 他只好在那邊躲雨躲了 好幾個小時才離開 這個是現況 也供我們部內參考 那其實他還甚至 不但雇主沒有像我們勞動部所說的 很有良心的考慮說 那你可以不要來上班 如果你來上班 我給你多一點的薪資 不但沒有這麼做 甚至他們還有罰則 我們前一張空櫃那個 空櫃的意思是什麼 前面兩張吧 對 有個叫空櫃 就是說百貨公司 他基本上是租這個櫃 給這些廠商 每一家的廠商 那廠商去聘他的這些櫃節等等 那如果你今天這個櫃沒有開 要罰 我們看到罰金的部分 有累計的 有一次罰的 空櫃罰金 從一千塊到一萬塊都有 也就是說 今天因為他的這個 專櫃的員工沒有辦法來上班 或他的聘請的廠商覺得比較有良心 他覺得勞動部都說 可以不要來了 他就叫他不要來 他們還要被罰錢 他要被罰錢 那請問一下部長 這種你已經說在我們的那個 給付要點裡面有說 他不能要求他一定要去上班 而且還不可以扣他的薪水 那像這種狀況 不但扣他的薪水 強迫他來上班 還要罰他錢 這個部分 勞動部有什麼想法 報告委員 我們過去也一直覺得說 還沒有立法以前 那麼最少要針對這幾個 像主要百貨公司 我們曾經也找他們的負責人大家來 你都找過來談過 談過跟他們講說 應該怎麼樣做還是合理 對員工的身體健康的保障 安全的保障等等這些 然後這些不合理的 空貴的費用能不能做適當的處理 對 所以像類似這樣子 我們過去是溝通過這樣的事情 所以找來溝通等於沒效 他們今年還是這樣幹 應該是就像委員講的 應該是有一些 大概大部分我覺得 比較有良心的應該都聽得進去 所以你也同意我講 就是愛錢沒良心就對了 少數還是有一些 我們要繼續加油 我們可不可以叫大家抵制一下 這些愛錢沒良心的 來 下一張 那這些都違反比例原則 而且沒有給交通津貼 我同意你剛剛說的 在法治裡面 目前我們沒有法則 只能良心去規範 下一張 那統計起來 這個是現況 我就再讓你看一下 真的知道這些 當初跟你們談過的雇主是多麼的愛錢沒良心 當天在根據統計裡面 92%的百貨業 他們當天都還是出勤的 那有沒有給加班或者是補償呢 78%是完全沒有津貼的 有一部分他給多一點點薪資 有一些幫他處理他的交通費 那這個其實就是現況 所以我們再一次證實就是 愛錢沒良心是比較多啦 下一張 這個也是一樣罰款的部分 他的罰款甚至 如果是平常也是 平常他罰款 一天可以罰到5000塊以上 那他不管你什麼原因 不管你什麼理由 所以剛剛部長有講 就是說過去有一個想法是認為 我不可以這個究責於勞資雙方啦 我也同意就是說 發生天災大家都不願意啦 成本上面是值得考量 但是我想再怎麼樣的成本 都比不上人的健康跟人的安全 那要去講說 天災不可以這個究責於雇主 我們不是究責於他 可是這把就是風險 那他如果發生了員工的傷害 或者是顧客的傷害 他要賠償的可能更多啊 所以假設這樣子說 那發生天災 如果今天糧食危機啦等等啊 那他的原物料上漲 他的 他還是一樣 他的成本還在雇主啊 不是什麼天災 他就成本不在雇主 我想部長您也應該理解 您也同意說 一天沒去白火夜 一天沒去 應該沒什麼重大的損失吧 同意 一天讓人家不能看電影 應該不是什麼重大的損失吧 尤其是當天如果說 又是風大雨大 我們的顧客都沒有辦法出去了 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損害 反而是人命或者是身體的受傷 才是重大的損害 所以部長 這個部分 台方架的立法 這個中總召委員 我們有提案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提防災架的 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請部內也來 積極的來研議 就是說我們明確的來規定 這件事情 包圍勞動部絕對不會推脫 我們現在在意的是說希望能夠審慎 院長在前天的總資訊已經交代了 他指示勞動部說要叫我們謹慎的去檢討評估 所以我們是不希望說勞動的議題 任何一個心法出來 有時候牽涉到 尤其現在各行各業的差異性很大 所以我們會很謹慎的去評估 但是絕對不會去推動這個事情 我們不會說你們不謹慎 但是我們其實過去是做到死 為了要賺錢的時代過去了 現在我們希望的是健康的職場 那大家不是賺錢不要死命了 好不好 我們往這個方向推動 那一起來檢討我們的防災架 畢竟我們是一個 每年夏天都會遇到颱風的國家 而且這個極端氣候的挑戰 我想以後的這些風災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來一起研議可不可以 謝謝 一定會的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吳坤裕委員 好 主席 那我們有請郭部長 請部長 部長請高興 我的書家回來第一項就是 跟書長來討論劉港的這個議題 我看到我們劉動部的這個 立部報告的報告第三項 我覺得請高興 我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今年一月到六月 每一個人薪水平均五萬兩千一百八十六塊 沒有啦 我不知道說 部長你覺得這樣 這個收益 不知道怎麼來算得比較好 我也覺得說 建議說 你也當成我的收益 你郭台銘的 驅我做的平均 我每一個月也收益幾個月 讓我虛榮一下 你要這樣算 我覺得 現在年輕人 坐得很不公平 現在年輕人覺得 薪水低 貪不值 這事情很大的困擾 我想劉動部 這方面不知道 不用怎麼來做比較好 其實我們如果看 主席處公告的這個所議 我們看到 這時候平均就不可能一國月 五萬幾塊 我們劉動部這個牛算 算每一個人都五萬幾塊 我也覺得很高興 讓我們名義上的生活可以改善 雖然世界中生活是很困難 但是名義上生活可以改善 我也覺得很慶幸 那我們實際上怎麼來改善 年輕人的生活 這個東西 屬於年輕人 平均就差不多兩三萬塊而已 你說到29歲 平均也三萬一千八百幾塊而已 所以我們這個收入的計算 薪水的收入計算 是不是能夠改變的方式 賣用美化數字的方式 讓我們每一個人心裡感到很快樂 那實際上生活是有點辛苦的 我想這個可以來改善 包吻這個主席處 他的就是多年行之有年的統計方式 對啦 勞動部這個也是行之有年的統計方式 他有什麼年中獎金大概 就是為了做一個比照 對照的這樣一個數據啦 因為勞動部的數字跟主席是對不起來嘛 那是不是勞動部這方面可以改善一下 因為主席處的看起來是比較實際 反應出我們世界的收入嘛 勞動部沒辦法反應出我們世界的收入嘛 當然勞動部的收入給我們收入就很好了 世界的收入就沒有這麼高了 主席處的收入比較實際嘛 我們看到台北市每一個月的開銷要兩千兩萬七千幾個 你這樣年輕人住在台北市都錢就不夠了 又要打冬 所以你說要讓他們成家立業 還是說要生育兒女 這都不可能啦 所以年輕人在大陸市生活上 其實有這麼大的困難啦 我們勞動部是不是可以來了解一下 說到底是怎麼他們很多人 台股賣是怎麼工作 找起來比較不順利啦 這方面勞動部應該有資訊所嘛 資訊局要怎麼來到三檔呢 就泡台室 第一次跟他們說 他們沒什麼集結就說台股太賣 當然台股太賣 不一定是關閉是勞動部的問題啦 這些東西 我們沒想要集結 這是我們住的困難 像我們薪水這麼多 到底是什麼原因 老同胞不知道有 想我們的處事不知道有去研究過嗎 我們研究過大概主要的原因啦 第一個大概比例最高的就是學用落差啦 學用落差 第二個原因是技能不足啦 所以造成薪水比較低 第三個就是年輕人大概有職業的迷惘 不知道要做什麼工作 所以切的工作就是 不是他很適合的 所以這三個就是主要原因 會造成薪水比較低 但是依照天下雜誌通編就說 其實現在他收入來賣和GDP來賣 像分配給老公的比例好像會慢慢偏低 這是什麼原因 這個我們覺得雇主 應該比較沒有把他獲利 拿出來分享給老公 是雇主越來越沒用心 還是說生產力真的是沒有生產 不過看起來GDP是有往上升啊 所以我覺得說應該要有一個 如果雇主應該要把部分的獲利 應該要讓老公來分享 對 所以你覺得說 做現在的老公比較貪心就對了 什麼原因我們不曉得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每一個公司的經營情況 但是總覺得在大體上來講 生產力呢 生產力有提升嗎 生產力我們好像數據上也是提升的吧 就是勞動生產力支出增加 對 我們是增加的 微幅增加 微幅增加 所以這條薪水台股數不成比例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希望呼籲說 雇主應該要讓他的利潤應該要 你覺得雇主的利潤是在本地製造的 還是說因為台灣接單國外生產 產生的這個利潤 這個部分是國內的 還是外面的 如果他是台灣接單國外生產 他創造利潤 他可能沒辦法叫我們本國的勞工來分裂 總議長跟我講說應該是國內的 國內的 是不是 那這樣子應該 就看怎麼樣重新再分配 或是鼓勵雇主來增加年輕人的收入 現在我們生產主要的集合 財政是什麼呢 大概服務業還是比較多吧 然後製造業大概就是這兩個主流吧 服務業比較多嘛 那從事什麼樣的服務業 他的薪水有可能提高嗎 服務業一方面是因為他大概薪水 在服務業的部分大概都比較稍微低一點 為什麼比較低 可能是有替代性的關係吧 就是像製造業他就比較有技能的關係 所以製造業比較高 所以從事服務業 你這專業性的替代率比較高 可能原因之一 所以就是雇主 做無緣運用更高的薪水來併 就會有市場的因素 所以 在這裡我想我們要分析清楚 為什麼年輕人就業 然後待遇會比較低 可能就是因為從事的行業的關係 你專業性被取代性的機會比較高 這方面 不然有時候雇主 老闆也會覺得 還要做完老公 雖然他的理順比較高 但是沒有分析過 因為這是 還要做勞工指定的替代率的關係 專業性的關係 所以這個 就是我們政府應該來 蘇科要來幫助才是年輕人 讓他專業性比較高 不同行業 其間的替代率的關係 是不是可以來促進他 我們覺得那個技能不足的部分 可以用職業訓練來補足 但是看起來是說 過去都有變這些醫生 在安定就業基金裡面 這些東西過去部長 因為過去你也有任職市長 你覺得這些醫生 花後有價值嗎 我從數據上看起來 是有它的成效 但是從薪水來看 好像真的有成效嗎 因為在整個就業市場裡面 我們訓練的一年 大概我們自己公辦的 勞動部所屬的 我們這幾個職訓中心裡面 大概也只能差不多三萬個結訓 結訓的話 大概就業率 訓後就業率大概80%到90% 但是外面 我們委託外面的民間的 大概還有二三十萬的 這個就是受訓人數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二十幾萬的 在整個就業市場裡面 還是算算數 所以委託民間的效率比較不好 大概 在訓後就業 對 訓後就業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吧 好 那這樣應該來擴大 政府的公辦的職訓 對 但是訓練崗位數還是有限 因為每一個訓練中心的訓練崗位還是有限 不然就要輔導這些私人的職訓場所 來改善它的效能 我們有一個TTQS的計畫就是一直在輔導他們 希望能夠提高 一直在輔導 而且要求他們如果沒有多少的話 我們現在明年我們就不一定委託他了 所以這要檢討一下嘛 因為看起來就像部長這樣說 就是輸員的效率比較差嘛 要怎麼改善 我想這要檢討 不然我們一年說起來 現在政府的財情也不太好 一年別人也算不夠錢 來幫助這些年輕人 台股也能改善 但是我們看說公家的就業媒介效率不太好 這要怎麼改善呢 你看多數的人也透過私人的就業場所去做媒介 應該是雙拐旗下 到我們這裡來 這些東西我們在統計上說公家的 但是我們的數據 我們的公立的就業服務機構 他們的就業媒核比例也超百分之六十以上 六十左右 這個我們也是公家的資料 我再請我們化產署也把資料提供給委員 再對比一下 看起來公家的媒介 就是說這些年輕人要去找 年輕人要去找人的媒介的時候 台本沒有用公家的這個機構 當然只有百分之六十會去找公家的機構 那這個怎麼去擴大這樣的效益 讓多數的人能夠從事 來到公家機構來做媒介 因為你說媒介成功的比例很高 但是問題就是來到公家機構 要求媒介的人 比例相對很低嘛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宣傳 或是各方面 很多就業者 失業者 要找工作的時候 他不知道 到我們公家 來求 要求幫助嘛 對不對 是 包圍我們有加強努力的空間 不過我再提供我們的數據也給委員參考一下 但是我覺得我們勞動部 你做這個協助青年集會 這個國方面的區域做得不太好 我是覺得這個方面我們勞動部 應該要做一些相關的區域 下通常來幫助這些年輕人來集合 所以我們要問就是說 我們勞動部要再做什麼來幫助這些年輕人 薪水稍微不太多 包圍這可能就是要多方面去努力 怎麼樣去讓青年人的薪水 低薪的這個現象能夠改善 大概也不是單一的勞動部 包括我們為什麼要輔導他們有這個團體 這個協約啦 主公會啊 就希望能夠跟資方有溢價的這個能力 都方面來進行 好 都方面來進行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陳移民委員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就是 我們在第七位委員質詢完畢以後 休息七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郭部長 請部長 陳委員長 部長早 那個謝謝你今天給我們這個 比較完整的報告 不過你的報告裡面 是不是可以再把你的 剛剛的一些圖表也放進來好嗎 好 因為你整個報告都沒有圖表 以後我們就放在附近比較清楚一點 對 最後應該加上圖表 謝謝 謝謝 不要只是這文字的描述 好 那我們看第一章 其實現在最近了 民眾其實有全國的勞工都很關心的問題 就是一例一休 兩例或者是這個七天假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因為整個的那個勞基法修法的進度是延當的 但是呢這個已經確定的 就是我們下禮拜三 教師節是確定要放了嘛對不對 是 勞工是要放了嘛 那在接下來的還有這個 10月25號的台灣光復節 還有是禮拜二 還有就是講公誕成紀念日 因為是適逢禮拜一 這個會不會放 要看修法的進度啦 好 因為就現在在立法院就是等 修法是要修法 你們是要讓他怎樣不能放是 修法通過的話 就全國就 就國內價值就一致了 是 你們講清楚一點 是 修法讓他一致是一致都可以放是不是 就是全國就不放嘛 全國就不放 對 好 了解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有可能明年就不再放這些價了 如果我們立法院通過的話 什麼時候完成修法 什麼時候就開始實施 好 了解 好 看下一張 那教育部呢 針對這個教師節 下禮拜三的這個問題呢 他其實在9月12號 他有公開的表示啦 各級學校內 適用勞基法的約聘僱的人員 公有還有幼兒園的這個教師 教保員都可以放對不對 是 是可以放嘛 但是呢 如果是投工保的教師 當天就要上班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一個情況 就是 校長兼公正 因為我們的園長呢 可能他也要開車 然後到時候也要當廚師 然後 就是這整天 他就會忙得不可開交 那這樣子對於幼兒園的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照顧的一個情況 是適當的嗎 我先要澄清一下 這個投工保這個用詞 可能不是很很清楚啦 因為我們到底那天 是不是可以放假 不是用工保勞保來區分的 他是用你是不是適用勞基法來 來 了解 這樣是不是更複雜 對 所以每一個在公私立學校上班的 都會有這個 老師 甚至連國立大學 對不對 也是有些約聘僱的教師嘛 臨時教師 那他們是可以放的 他們是勞工 只要投勞保就可以放 也不是 不是說投勞保 是適用勞基法 適用勞基法的就可以放 對 像勞動部裡面 如果公有基工是適用勞基法 那反而事實上是政治的老師都不能放 是 那教師姐他們都不能放 對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是用公務員相關的法規 進來 是 那如果說幼兒園 我們園長跟這些公友啊 或者是這個廚師啊 跟他講說你們能不能來加班 那就不能放對不對 那他就可以領加班費嘛 你可以保證說 這些來上班的都領得到加班費嗎 這其實他們很關心啊 應該要給加班費的 那如果他不給怎麼辦 我們就是回到勞動檢查了 好 你就要去做勞動檢查 所以到時候你們是不是 各縣市的勞工局就會人壓麻煩 要到幼兒園去做勞動檢查 或者怎麼知道 不是說地毯是 如果說假設有人 因為這樣子情況沒有拿到 那你要保護我們勞工的權益 他要來陳情的話 我們就馬上去 會憂心家裡處理 好 謝謝 好 下一張 那如果確定要放假 股會市又怎麼辦 我們知道說好像 這個財政部已經有公佈了嘛 股會市還是要開市的嘛 是 對不對 所以現在確定的就是 9284會開市 甚至有可能 台灣光復節 跟蔣工大廠紀念 都會開市 那全國 金融服務的人員有 84萬5千人 這麼多人 股會市開市的時候 他們就要加班 對不對 那加班費 加起來可能 也不少錢吧 7億多塊 會跟勞方來協商 然後經過勞工 同意以後會 會維持一個適當的人力 維持人力嘛 那他們加班費 如果說是900塊來算的話 可能就整個的支出 就會加班費 七八億嘛 對不對 好 那有沒有可能 我們勞動部 可以跟財政部協調一下 當天股會市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 直接休市 好 這樣子 不僅讓我們全國的勞工 可以得到休息 也可以減少企業的開銷嗎 有沒有可能 這個事先已經 也跟金管會他們都 我們都開過會延商過 所以他們決定是說 還是要開市 所以就是他們 還是覺得 應該要加班 他們不能夠 不能夠做這樣子的協調 應該要開市 然後加班的部分 是又經過一個協調以後 他們應該可以解決 這個人力的問題 好 了解 請放下一張 可是在上次 就八月中的時候 八月下旬 我們林院長 他辦了一些 與社會各領域團體的座談會 那其中 我們的這個 郭國文 政次 就是 貴部的 政次 有參加這個座談會 那在勞團 在要求 在跟他談這個七天假的時候 他就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 他說 如果勞團認為要一致話 那就要去做社會說服 應該公務員也得 起碼要有放七天假 請問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是事後看到報導 他回去沒有跟你報告 我看到報導 回去 大概因為各自蠻各自的 看到報導 因為這個照片還有 那報導還蠻大的 所以我就跟他證實過 他跟我強調是 第一 那個不是我們的政策 第二 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引述 引述工會的說法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那天很激動 你如果去看那個新聞跟錄影帶 他很激動 那虧他之前還是做過 這個我們全國總共會的秘書長 他在當初要入閣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他的人生的精華都在公運 而且他是以當兵的心情來入閣 今天以當兵的心情來入閣 就以天兵的姿態 在這邊講這些五四三的話 不是很奇怪嗎 而且他講這個東西 都沒先跟你商量過 然後在那邊就放炮 你覺得這個恰當嗎 事後他也不跟你報告 他是認為他的立場 他沒有這樣子的意思 他沒有這樣子的意思 好 我們了解 那我們問一下 他知不知道 其實勞工跟公務員在放假方面 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 那為什麼他一定要講說什麼 公務員如果應該要增 如果勞團說不砍七天假 要加碼 如此公務員也應該要增加七天假 難道他不曉得說公務員已經放蠻多的假 今天正義的地方其實是 勞工希望比照公務員放一些假 那不是說因為勞團要放這七天假 就必須要去說服公務員 說叫他們也要趕快來爭取這七天假 那我們能不能問一下他知不知道啊 那或者 我們國次曾經當過公務員 就是在台南憲政部 所以他應該知道 所以他才會說這不是他的意思 是這樣子嗎 他認為他的他表達的 能不能回去問他 例如說如果是公務員年資十年 他的特休假有幾天你知道嗎 十年 對 公務員如果有年資十年 他特休假有幾天 那勞工又是幾天 28天 對 那勞工是幾天 勞工十五天 十四天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十年 十五天 十五天加一天 在這個整個的特休假的這個辦法上面 其實勞工朋友他在特休假就是比公務員要來的少的 不只是這個樣子 我們看下一張 他們的婚假 婚假也是比較少啊 公務人員可以請十四天 我們勞工朋友只能請八天啊 甚至如果上偶的時候 你看到後面 父母有商家或者配偶上偶的時候 公務人員可以放十五天 可以申請的時間是十五天 可是勞工朋友只能請八天啊 甚至在一些育嬰假 也都是談了半天 勞工在那邊談這個東西 公務人員馬上就放進去了 我今天覺得就是說 在很多的制度面方面 勞工朋友今天 其實是放假是不是比公務人員來的少的啦 所以在這個狀況下 其實可能要請部長回去跟你的次長講一下 他必須要了解啦 其實公務員跟勞工 放假上就是有些不同 好 下一張 我們要討論一下其實是無薪假的問題 根據你們9月19號 勞動部公布的資料 好像現在因為因應景氣影響 勞雙方協商 減少工時的這個無薪假 最近好像有增加耶 增加了100多 118個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景氣的關係吧 景氣的關係就不景氣嘛 所以呢就比較多人開始放無薪假了嘛 可是放這個無薪假是雙方合一的喔 對不對 因為意思就是說 勞工是體 他能夠體恤這個 我們這個產業可能面臨一些狀態 他願意主動放一些 好 無薪假 你知道放無薪假 他們犧牲的是什麼 他不能夠領 失業的補助金 對不對 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他是在度小月的喔 那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看下一張 可是在過去 華映 華映他在實施無薪假的做法 好 下一張 他的做法其實是有些狀況喔 你看他從2015年 11月10號到2016年12月31號 長達13個月實施無薪假 所以我看你們的資料裡面就 哇 怎麼會有這樣子 無薪假的人數一下子變5000人 一下子又當下來變成是很少人 原來就是有一家公司 這家無良的公司 他是放了13個月的無薪假 影響到3000多個員工 而且在今年初才取消 而且直接就去做裁員的事情 請問部長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你們當初怎麼會答應 讓他做這樣子的一個事情 你們每家公司 申請放無薪假 是不是應該要經過一個過程 是不是申請 你們要考核 要同意 要向地方政府通報 通報嘛 是 地方政府 好 下一張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下 你看結果裁員完了之後 結果他現在 他賺錢了 稅後精力還賺了9億多 那當初他為什麼要這樣子搞 那影響到的其實是什麼 是我們華印有3000多個員工 因為放無薪假 他就沒辦法支領失業給付 也沒有資遣費 所以他最後就乖乖 是不是勞動部可以思索一下 在一個月以內 能不能全面的檢討 無薪假的制度 因為當初這個制度 是因應金融海嘯 要讓這個廠商跟員工 他們合一的情況下 來杜曉月來做的 但是現在有一些無良的公司 他變成是剝削我們勞工的一個做法 所以是不是可以在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部長 好一個月內給我一個報告 好不好 就檢討這個東西 該不該取消 是 或者說如果你要持續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 是不是因為有很多的 我們的這個 因為整個陸客不來了嘛 是不是很多的這個旅行社 要杜曉月 他們也開始要放無薪假 那如果在這種狀況下 你要保留這個制度 但是你是不是應該有一個方式 去檢討這個 讓他們在申請的時候 是不會產生一些 剝削我們勞工朋友的關係 好不好 我們來檢討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請蔣萬安委員質詢 再提醒一下 在第七位委員質詢完畢之後 我們休息七分鐘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郭部長 請郭部長 請郭部長 所委員好 部長好 今天是勞部業務報告 我想就先大概統整一下 最近整個台灣勞工的情況 那我想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勞工非常的苦 這個工時長低薪 所以根據主席書的一個統計 去年未滿30歲的 平均年所得大概44.08萬 那1999年17年前 平均年所得44.38萬 所以我們的薪資倒退了17年 那關於工時 2015年 台灣的勞工全年總工時 2134小時 OECD大概1700多小時 總共差了 將近快要400個小時 那今年我們已經開始實施 每週工時40小時 當然是不是真的能夠 這個降低工時的這個 達到這樣的目標 還不是很非常確定 但是勞工部馬上要推出 一例一休刪除全國七天假 我想一例一休對於長期 處於加班狀況的這些勞工 或許可以有這種加薪的效果 可是並不能達到 實質這個降低工時的一個注意 那我想同樣的 對於行進勞工 可能造成他們起薪更低 雇主不斷要求他們加班 那尤其更嚴重的 對於數十萬的部分勞工 部分工時者 也就是打工族 他們馬上面臨 沒有這七天假 反而收入會減少的一個困境 所以我想統整這些狀況 我還是希望部長 還是要站在捍衛勞工權益的立場 因為勞工部是站在這樣的一個立場 責無旁貸 我希望部長 我統整這些狀況 我希望讓你知道 因為今天是一個業務報告 對於你的報告我仔細看了 現在這個範圍非常的廣 但是對於剛剛我提出來 目前普遍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如果勞工部我知道 這個會期你們還是希望 能夠排一粒一休 也希望讓它通過 但是我想對於勞團的聲音 部長你還是要聽到 包委 那個減少工時 這個是一項 都是我們政策的目標方向 那我也覺得像一粒一休 我們基本的設計 應該是不會讓勞工 他未來的加班會增加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兩個配套在裡面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 好 沒關係部長 這個我們上會 也都已經討論很多 那等於說 各說各話 這條其實參考工廠法第15條 工廠法第15條是 凡工人每七天 七日中 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那當然 當時的解釋是 繼續工作七天以上的日工 均有一日之休息 那大家也知道75年有一個函事 那大家也知道75年有一個函事 勞工部在六月底的時候也廢止了這個函事 但是 在9月10號 勞工部推出了一個新的解釋 那當時認為這是一個裁量基準 就是說在三種必要的狀況下 經過勞工的同意 才可以連續工作 超過六天班 上限為12天 所以 我想請教部長 公佈這個裁量基準之前 勞工部有沒有跟未來可能 適用到這些例外狀況的勞工們 溝通過 開過座談會 討論過 勞工部要你一定這樣的一個採量基準 有 我們從8月1號開始 有市場的座談會把 有可能的 事先其實已經很廣泛的 透過各部會去蒐集 有可能因為這樣的情況 會產生影響的這些行業 我們內部也開過會 對外又有市場座談會 最後我們又提早了 本來這個令司是不需要預告 我們還預告 徵求大家的意見 到最後才把它定案 部長 那對於未來 會適用到這些特殊情況的勞工 有多少 我覺得這是例外都有例外 部長有多少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人數 因為我們覺得它是一個 既然都開過會 你們也評估過 才能推出這樣的財商基準 至少一定要知道說 未來適用這些情況 勞工有多少 你們9月10號就公佈 之前你們也研究過 到現在也快一個月了 影響的勞工人數有多少 這很難估是因為 它前提是需要勞工同意 所以說 你現在不能去跟他講說 哪一個行業勞工 就一定會全部同意 還是50%同意 所以我們 我們是用通報的方式 登錄的方式 去掌握到未來 不可能受影響 所以很顯然部長 你們不知道這樣的人數嗎 你們就推出了這樣 一個材料基準 你們已經要知道 會有三種例外的行業了嗎 對 最起碼是 既然還估不出來 大概的人數 那些行業也不一定 全部是會 我希望你既然沒有 做過這樣的估算 現在開始 趕快評估出來 可能受影響的 這些勞工人數 它可能佔總體勞工人數 的比例 這樣子才能知道說 如果受影響的部分勞工 其實如果人數不多 為什麼要開這樣的特例 而且年假 連續假期 每年都有 雇主早就可以有預見 可以提早安排 調度人力 這樣會很困難嗎 我們在考慮這個事情的時候 一個前提就是 即使用調度人力 補充人力 都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 才會把它定為 它是一個例外 譬如說 我剛才講說 我們在圍場裡面 就是不能進來 好 最後 我想提一點 就是說 不管任何的解釋涵例 或是裁量基準 都不可以違背法律的規定 部長 同不同意 對 這是基本原則 好 那部長請教 什麼是裁量基準 就是我們認為 有一些不同的情況 可以根據那個情況的不同 去做一些 這個 這個 做處理 部長 裁量基準 就是根據行政程序法 159條 第二條 第二項第二款 也就是說 在我們政府裡面 各個行政機關 他在解釋各種法律 內涵的時候 必須要有一致性 所以上級機關 他在解釋法令也好 認定事實 或是行使裁量權的 這個範圍之內 因為上級機關 要來對於相關的法令 內涵 做一個解釋 來約束下級機關 但是最根本的前提 是不能夠逾越母法 也是必須要有法律的授權 所以今天 部長 你可以不可以再念一次 勞基法第36條 就每七天 必須有 勞工每七日中 至少有一日之休息 做為例假 前前後後加起來 大概二十個字左右 從哪裡 部長你可以看到 法律有授權勞動部 可以開任何的例外 做任何的解釋 制定任何的裁量性基準 也就是所謂 解釋性的行政規則 說 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可以是不遵守 第36條的規定 這個36條這個問題 在30年前就浮現出來 才會有75年 所以勞工部 才會廢止這個函事嗎 對 但是 它裡面 我們廢止掉以後 兩個事情廢止掉了 一個就是 兩個例假當中 要有六天的工作日 這個也廢掉了 所以你這個廢掉以後 回到母法36條 就缺少一個 你一定要差六天 結果回到什麼 有可能十二天 所以部長 我的意思是 我們在裁量基準的第一個 先把它解釋說 你就是不能超過六天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已經被廢掉了 好 部長 你們的裁量基準 跟75年的函事 有什麼不同 最大的不同是 第一 我們要把那個六天 把它先穩固住了 第二個就是把75年的函事 等於是毫無設限 必要時 所有行業都濫用了 部長 你知道75年的函事 只留三個例外 必要時 對 但是必要時 就沒有設限 所以等於所有行業都在用 我們現在只有三個 特殊中的特殊 對 所以部長 最根本的問題 我不要談說 你們現在的裁量基準裡面 設了哪些要件 你們到底有沒有權 可以定這個裁量基準 現在根據母法 勞基法第36條的文字 文藝解釋 根本沒有授權勞工部 定任何例外的狀況 不管是 函事也好 裁量基準也好 都沒有 從哪一 哪裡部長 你可以看到我們 立法者授權 或允許你們行政機關 訂定解釋你的行政規則 來開放說 什麼時候不需要 世衛違反第36條的字了 包委如果這樣解釋的話 75年那個時候就已經 都已經不存在75年的函事了 所以一直被人家批評跟購弊嘛 所以75年我們先是 所以部長你現在也廢止了 很好 但是你們又同樣的 便宜行事 定一個解釋性的行政規則 我們也認為最終 要回到法治面 但是還沒有到以前 部長你說得很好 回到法治面 所以根本 正本清源之道 是要透過修法 所以我希望勞工部 為了要避免未來的爭議 一定要透過修法 我希望勞工部 能夠提出一個修法的版本 而不是這樣便宜行事 因為未來 部長我請問 如果 勞工部的裁判基準 被法院宣告無效 勞工部要不要出來負責 如果被 被宣告無效 我們當然就是無效了 對啊 勞工部你要負責嘛 但是75年的 還是法院還是正可能 我是提醒部長 根本知道 是要透過修法 因為這樣子 是一個違法的裁量基準 這是很 包圍 最近法界人士 其實一見兩 你已經語怨無法了 但是 在暫時性的這種處理 其實還有很多的法界的教授 其實也認同我們的做法 我想 這事還是有風險 我希望部長 還是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最終回到法治面 這一點我們跟我也是一樣 對 所以我希望正門清源 一定是要透過修法 是 謝謝 然後部長要注意到這一點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好 謝謝蔣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劉堅國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請部長 劉委員長 部長找 未完三個部會 三個會期 勞動部算是最夯的 坦坦先入歷程吧 覺得 你剛才回答 蔣委員的那句話 我聽得有一點震撼 蔣委員 如果被判無效 那就無效吧 這樣我們也啼笑 這麼答詢 怪怪的人 對 我覺得我們有信心是因為 在構思這個 裁量基準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請教很多人 包括專家學者這些 其實我覺得在 還沒有最終回到修法 法制面之前的 這樣的一個措施 大家其實還對我們還是 認為這樣的一個做法 是OK是沒有問題的 那法界可能看法是 有不一樣的角度在看這個事情 有可能 但是委員75年那個 我特別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75年那個韓氏 在法院的判例裡面 這還是被法院認可的 被怎樣 被法院認可的 被法院認可的 是是是 我是覺得行政機關 自己要有所把握 而不是說 法院判得無效那就無效了 這樣的答詢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對不起 幼子不大 你到現在沒有很懷念陳前部長 陳前部長 對 共識期間大家很相處愉快 因為你在離北的歡送茶會上 你形容他是一個大樹 並說在大樹下乘涼 但是現在大樹不曉得在哪裡 所以面對到 國人這種無情的炮火 你只有現在自己擋 對不對 所以你的心路逆程 要不要談一下 我覺得 對同仁比較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陪著那麼辛苦 但是看起來 我們每做一件事情好像都 所以你現在是所有同仁的大樹 我希望他 對 我沒有辦法擔任大樹 但是他們給我 他們擔任 他們充當我的大樹 你就是要當大樹 你這個大樹就要棄立不搖 對不對 我陪他們一起 一立不搖 陳前部要離開的時候 他練習在這裡有三個事情 哪三個事情你知道嗎 我記得是 一立一休 蛤 不是 我記得是 我那時候講過 但是時間過了就忘了 他絕對不是你的大樹 我講他是 第一 官場工人 官場工人 第二 聯金改革 第三 派遣勞工保護法 OK 對吧 應該是 蛤 應該 可能 最近的事情 好像 比較沒有在去想 我確定陳兄 絕對不是你的大樹 他要離開的時候 特別用遺憾兩個字 來形容當時的派遣勞工保護法 因為那個時候 我記得 他有跟委員會報告過 他那差不多了 就差了一點點 就差了幾乳 那我不曉得為什麼 部長你起來之後 對這個 派遣勞工派遣保護法 怎麼反而不積極一點來做處理 因為就差那一條路而已 一點點的路 這個好像 這個也不是不積極處理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的 總統提出來的政見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是希望 在今年年底前 年底前就要把它完成 所以也在進行 我們現階段是有所謂的 勞動派遣權力指導原則 來保障這些派遣勞工 專法也在進行中 所以這是原則 畢竟不是法律 所以它的強度不夠 所以我們才希望 拉到法律的這樣一個層級 來保護這些派遣工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當時陳前部長 他跟資方 跟勞方談論 已經剩下了一點點的路 為什麼不積極趕快來做處理 反而是一個 我的了解是 雖然是一點點的路 但是那個路是 真的是還要很長 還要花很多 德化英日韓 甚至包含中國 都已經定有專華 或相關規範 對不對 這是不正的事實 對 所以我們現在 最後那一個百分比的部分 可能真的還要跟 他一直跟你講 我看你好像有一點沒有掌握到 這個專法 這個專法當初在行政院談的時候 是我去談的 那不是剩下一點點 還一大步 問題雖然不多 但是其實大家意見還是差異 還是有差異 會像 可以像現在一粒一休 七休一這樣的嚴峻嗎 受到國人 性質不同 當然性質不同 沒有錯 對 但是因為百分比的關係 我覺得 勞資雙方面的看法還是差距 我引用張前院長 張勝正前院長講了一句話 他給新政府建議 適反則遠 對不對 然後 反正遇到這些事情 有時候是要更周全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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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思考 然後 然後讓這個事情 可以得到更多人的共識之後 我們再來推 應該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 我們今天要推一粒一休還有七休一 真的坦白講難度都很高 所以 三個會期一直到這個會期 都還繼續在 討論這個事情 那反正 這個 勞工這個 派遣勞工的保護法 如果說 當時是你去談的 如果他只剩下 最後的 一點點路 我覺得這個可以先做 為什麼不做 我們在年底期一定會 一定會把那個草案弄出來 好 這一次我們勞動部 這個會期的勞動部要先推動的政策是什麼 這個會期如果一粒一休跟 我們 七休一處理完了 然後 基本工資也處理了之後 之後 我們還有最低工資法 我們還有 沒有 我是說優先推動的 優先推動的 就是一粒一休嘛 就是七休一嘛 目前已經在進行了 好 所以我在上個會期 在七月六號 七月十一號 有特別在詢問部長 如果說等工資的政策目標會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我們從工資 八四小時降為四小時 第一階段成效如何 第二階段 就是說 我們現在一粒一休的2.0版 修完煉農 到底有沒有辦法降低長工資 勞論部有沒有做過評估 修法通過後 會不會比 會比衛修法前 帶來更多的效益 對於經濟 社會 等面向 又會帶來什麼影響 這些評估做了沒有 配套做了沒有 我七月十六 七月六號 七月十一號 都有問問過部長 我們大概目前 從總工資頭緒上面看起來 是已經開始有些成效出來了 什麼樣的成效 可以跟委會報告一下嗎 對 在89年的時候 年總工資是2281 現在到104年的時候 就降到2103 所以可見是有下降 那降多少 降了100多小時 降了180多小時 那如果2.0版 一粒一休通過之後 你的評估是怎麼樣 你看回答我是第一階段 對不對 降了180多小時 好 那我們現在的一粒一休 要修法這個通過之後 可能可以再縮短多少 這個可能再進一步 再觀察 評估看看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 包括像 休息日的加班會 如果提高以後 說不定 以現在來講 加班時速 就會有些變化 總是我們要有評估嗎 目前為止還沒有評估 蛤 沒有評估 我7月問到現在都還沒有評估 那你們有沒有什麼配套 好比說 你要鼓勵企業僱傭失業者 還是僱傭失業者有所獎勵 這些都一直在進行當中 都一直在進行當中 這些都一直在進行當中 我是比喻啦 就是說一粒一休通過之後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配套 因為會不會對經濟 對社會面造成相關的一些影響 衝擊 還是創造更大的效益 沒有 我看我們馬上來進行這個評估 沒有啦 我7月分給你問兩次 所以你們都沒做嗎 到目前為止大概只有初步而已 大概沒有很詳細的評估 好 你初步討論的結果如何 你講初步那我們就討論 我們就現在討論初步 就是剛才從總公司裡面的變化去看 那個是第一階段 我現在跟你講第二階段 市長來說明一下好不好 請市長說明 對 跟委員報告一下 剛剛部長報告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現在因為 一週四十小時的工時 從今年1月1號開始實施 那事實上工時的縮減 是需要一個時間去觀察 那在今年一到 依照我們的統計 今年1到3月 大概每個月 那個勞工的平均工時 你說的太誇張了 市長我不是不聽你說 你跟我簡單講 一例一休通過之後 到底好處是什麼 一例一休通過之後 第一個好處 勞工落實週休二日 這部分 落實週休二日 落實週休二日 因為一例一休還沒有通過之前 有一些雇主會讓勞工 在一週四十小時 讓他工作六天 這部分是可以確定的 第二個 第二個部分 一例休通過之後 全國國定假日一致 就整個勞工的工時來說 一整年勞工是多了六天的假日 是這樣子 就年總工時來說 第三個 他是少了 第三個 沒有了 這部分 你請回報 你這兩個 你這兩個都沒有辦法說服我 第三個的話 當然就是剛剛部長有提到的 我們透過工時的一個管控 他進入四六小時 再加上加班 休息日加班 工資率的提升 讓雇主不會濫用 市長 你現在答覆了 就是你們初步討論的結果 然後所謂的 我們可以對外講的好處 是不是這樣 是 是這樣 好 那一請回 我是覺得 部長我覺得你們還沒有 你們都還沒有準備好了 你叫我們立法院怎麼好 怎麼做才會好 我是覺得有時候政策 要推 然後已經爭議這麼久 已經站了這麼久 然後 皆被國人多方的 這樣的一個挑戰 甚至於責罵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把一個自認為這麼好的政策 要講出來 然後 還講得自己 不是很大的把握 還是覺得 PUSPEN而已 我覺得這樣的政策 真的是 會再被挑戰的 這第一點 我時間到了 怎麼快 我找到一個問題 好嗎 不好意思 七休息這個韓式問題 剛才講委員都講過了 我只是簡單的請教你 一項就好了 兩項 不好意思 你在第二點裡面有提到 海上高山 就是特殊性的 這個工作地點 這個海上高山 我們大致還聽得懂 那偏遠地區 就是說你要強調是交通相當耗時 自有連續工作 遇六日之必要 對不對 好 這個偏遠地區怎麼計算 什麼地方是偏遠地區 是以教育部的偏遠學校 是以衛福部的偏向醫療 還是你們自創的偏遠地區 你們能不能舉個例子 車程多小時內 這是你們訂的啊 這個可能需要個案再來認定 沒有 你這個東西要訂出來之後 你們就要想要做錢 你跟我講海上高山 我還沒有跟你講說海上幾海裡 高山海拔是幾公尺 我現在問你 這個你們訂出來了 這個東西已經爭議這麼久了 你現在韓式廢掉 你們先另外訂一個新的韓式 那我現在問你第二點 海上高山 我都不問 我只有問一個偏遠地區 你依什麼標準訂定偏遠地區 怎麼計算 車程多少 其交通相當耗時 自有連續工作 預六日之必要 這是你們訂的啊 你講一個例子給我聽啊 你說不出來齁 你還敢訂 最後 長照2.0版已經現行了 長照機構原本就面臨到很多 這個造福人力的不足 對不對 我們用了這麼多的關係看務工 我們會不會講說 我們就是以本老為主 外老為虎 那現在運到這個事情 這一群 這些 這些機構 面對到這些 照福人力不足的情況之下 怎麼去應應 因為你沒有在這個範圍裡面 到底該不該範圍到這個範圍裡面 還是你們忘記了有這一塊 這一塊非常大塊 人數也非常多 包含本老 包含外老 放到這個還是 對 該不該放 還是不該放 我不清楚了 這是你們自己去評估嘛 因為你的 你的韓式裡面 你訂出來這些東西 包含客運業 包含連國外記者 如果一個奧運採訪十幾天 他也不能休息 也就是說原本 你不去規範 你不把他在這個韓式裡面 或許他還有休息的機會 他不需要到這個韓式 因為他三十條之一 可以試用的話 他自然而然 他就有比這個大的空間 可以去調整 是這樣嗎 社會機構 他沒有問題 那你要不要針對你的韓式 再檢視一下 我剛才講的 偏遠地區 當初在訂的時候 他是想說 因為我們不知道是參考 哪裡的這個條文 認為說 如果有那個沒有考慮到 真的是像台電 你怎麼可以回答我 不曉得參考哪裡 我記得那時候是 你都不曉得參考哪裡了 這邊說明一下 你們根本沒有準備好 你叫我們 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當初在訂這樣 工作地點特殊 大概譬如說 在那個 譬如說發電廠在深山裡面 或者是說 有一些交通比較不方便 你講深山就已經在高山 這幻蟲類 但是他有一些是 但是有一些高山 可能交通其實是很方便的 那有一些是很不方便的 譬如說像在武林農場 類似這樣一個需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甚至於有一些在 像是在澎湖那邊 金馬地區 他事實上因為天候的因素 他事實上因為飛機沒有辦法起飛 或者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在這個一個 你這邊沒有講到氣候問題 天候問題 你是講如海上高山偏遠 因為他的偏遠地區 他有可能因為天候的問題 而讓他沒有辦法 讓他的交通會比較費時間 如果教育部 再講偏遠地區 偏遠學校 然後如果以衛部 再講偏鄉醫療 沒有講到氣候問題 我剛剛這邊特別提到 就是說剛剛這邊所謂的偏遠地區 我覺得你幫我解釋這樣 我不知道 我是聽不懂的 然後部長也講說 你們不曉得參考哪裡 希望你試一下跟部長講 你們到底參考哪裡 好不好 我們這個偏遠地區 我們會訂閱出一次項 然後再把這個偏遠地區 把它很勁體的把它訂出來 快訂吧 因為我是問第二點 第三點其實還可以繼續再問下去 時間到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會後再好好解釋一下 我們接下來請李彥秀委員質詢 那李委員質詢結束之後 我們休息七分鐘 請部長 國部長 李委員早 部長 辛苦了 剛才聽劉建國委員質詢下來 可見民進黨的立法院黨團 其實對於落實一修一立這件事情 這個會期要通過 其實大家都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當然國民黨有一週二例的版本出來 我們也看到這個會期修會的時候 我們本來希望透過勞動部 跟林群院長直接出面跟勞團溝通 有機會你們有更多的 拿出更多的籌碼 拿出更多的誠意去跟勞團溝通 有機會化解 跟勞團之間的問題 但是我們看到 修會八月份期間 林群院長三次跟勞團的溝通 其實並沒有辦法 讓勞團接受一修一立 反而是七休一的問題 特休假的問題 一一浮現出來 我就要請問部長 其實勞動基準法這一本大法 是不是你勞動部應該捍衛勞工最基本的原則 是 那為什麼 我們也講了 適緩則緣 套於我們前院長的話 這個會期要通過 不只是在野黨有意見 民進黨也有很多的質疑 為什麼這個會期非過不可 部長你跟我說 我看你都三一人了 你說給我聽 剛才司長解釋那兩個 那兩個什麼 落實84小時 落實到每週40小時 其實現在第一階段還沒有完全 完全處理好 剛剛那兩個理由 其實也都沒有辦法說服我 這個會期非過不可嗎 我們希望能夠 越快越好 蛤 我們希望能夠早點能夠完成立法的程序 目的是什麼 就剛才我們 落實週休二日 國定假日一致 國定假日 過去國定假日有調價的功能 五一勞動節也是勞工放 公務員沒有放 有調價的功能 但是剛才包括一週40個小時的工時 第一階段 我覺得都還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你剛剛說服劉委員那兩個理由 其實你們都還沒有辦法完全的達到 還有很多檢討的空間 為什麼 這個會期非過不可 勞動基準法這本大法 其實是捍衛勞工權益的最底線耶 它並不是天花板耶 但是勞動基準法也必須要與時俱進 所以有需要修的地方 與時俱進 部長你曾不承認台灣是過勞之島 你曾不承認台灣的勞工的工時是過長 過去大家引用的數據其實是比較 過去大家引用的數據 不是你勞動部提供給大家的數據 大家在討論檢討嗎 對 但是我們也特別說明 那裡面也包括了部分公司在內 部長我告訴你 你提出來說 一休一例我們要增加勞減 你要增加勞減 我告訴你你增加勞減的結果 只是把你政府應該負的責任 捍衛勞工權益相關的責任 你把它轉嫁給勞減處 轉嫁給勞工自己要去檢舉老闆 我試問勞工自己檢舉老闆 他在這個公司還待得下去嗎 部長按照邏輯來說 我是員工我檢舉老闆 我檢舉公司我請問你 我待得下去嗎 如果是小型的公司的話 小型企業我還待得下去嗎 我們再來看你勞減處的人 人力到底有多少 你要說一休一例 我落實勞減就有辦法落實週休二日 其實我對於你剛才說落實勞減這四個字 其實我沒有辦法接受 以你目前的數據來看 我們目前 事業單位的數總共有63萬多 對不對 你目前的勞減人員 只有編制489 照理說應該編制489人 你目前現有的人力只有411人 就是1比33左右這樣的比例 但是目前勞減的覆蓋率只有8%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可以增加多少勞減人員數 包圍400多可能不是全國的人數 因為我們現在加起來大概是700多 去年我用104年 我用104年 好嗎那你告訴我你去年 你現在勞減的覆蓋率 你現在計查數有達到百分 有達到一成嗎 我問這個問題 不管我用104年的數據 還是去年的數據 比例都相差不遠 也就是說你勞減的比率 只有了不起一成 了不起一成 你告訴我說一休一例 我可以用增加勞減數 來落實勞工的週休二日 第一個你勞減數 你人員永遠是有限的 靠的可能或者是員工的檢舉 我只告訴你說 我們會增加人數 今年已經在申請 你增加能增加多少嗎 你104年只有8%左右不到一成 所以你在媒體上 你對外的說法是 我一休一例 我可以增加勞減數 來讓勞工 可以獲得完整的週休二日 這個邏輯其實是不成立的 你勞減數了不起只有一成 或者我靠員工自己檢舉 員工自己檢舉 老闆或同仁之間 早就想辦法讓你走路了 所以我覺得你只是 你推這個一休一例 你是把你勞動部 應該負的責任 推給勞減處 推給勞減同仁 然後或者是甚至轉嫁給員工 你這個一休一例 不是負責任的政策 我要提醒你 這個勞減是其中一環而已 其他的措施 但還是要搭配配套 你還有什麼措施 你根本沒有提出足夠的籌碼 你今天這個會期 國民黨只有35席 如果蔡英文總統說 這個會期非過不可的話 那其實國民黨人也不夠 但是我要問你好嗎 那你如果非要過不可 那我們要不要把勞減過後的罰則加重 你要不要修 你要不要同時修 要搭配的修 你同時修啊 條文裡面是有 有版本是有 有談到這個部分 會不會這個會期同時過 就看立法院的討論 什麼看立法院 你一休一立是你行政院 非過不可的東西 那你現在 要不要過這個法則 跟他們三次的會面 其實就是摸頭 你任何的政策都沒有改變 你就是說我非推一休一立不可 我剛才提出來的勞減政策 你說增加勞減 勞減政策 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勞團提出來的 補修按加班費比例 然後限期折限付給 或者是包括罰則加重 並按人次來罰 企業才會怕嘛 不然你勞減的用意是什麼 我今天有五個員工違規 我只罰公司罰一次 他怎麼會怕 你就罰五張罰單在裡面 公司怕不怕 這個邏輯成立吧 部長 我這個邏輯成立吧 成立 那你就先做啊 這跟一立一休沒關係 但是我覺得加重罰則 你如果做 讓勞工看到 你捍衛勞計法的決心 我就認為勞團或者覺得 你勞動部有多一點的誠意 而不是像現在 非強渡關山沒有任何配套措施 立法院不管執政黨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 或者其他在野黨 大家對於你推一休一立 都還有意見 這個惠琪非過不可的理由在哪裡 好處在哪裡 我看不到聽不到 我認為勞動部 只聽到資方的聲音 沒有看到勞團的痛苦 沒有顧及勞團的權益 成如上惠琪所說的 勞動部就改為自動部 另外我現在一分鐘的時間 沒有不公平 我剛才講 你沒有辦法否決我 我剛才講的 你沒有辦法否決我 你跟我講說對你不公平 你拿了什麼籌碼 你跟勞團講 你根本沒有去修改 你跟勞團三次的會面 包括林權院長 你沒有去調整 你任何配套措施的方案 勞團沒有辦法接受 剛才其他民進黨的委員也講了 適緩則緣 為什麼非過不可 或者你有其他的籌碼去跟他談 我現在在告訴你 你要怎麼跟他談 勞團才有機會接受 你非要這個會期過不可 我相信大家都會很痛苦 你也不好過 另外我要再提醒你 9月30號 勞團要到圓山飯店 針對民進黨的黨慶去抗議 這個聲音我想也不會少 所以這個會期到底非過不可 你們要想清楚 另外我今天時間有限 對不起我再30秒 稍微我再30秒 你那個長照 包括未來訓用合一怎麼做 未來居家服務 跟醫院的分流服務 怎麼樣來做 你的書面的報告非常的簡單 我看不到 但是這一塊是這個會期很重要 衛福部處理長照 但是在人力的培訓上是你的責任 但我只看到短短的幾個字 書面內容拜託你 具體的寫給我 因為現在人力非常的重要 但是醫院 大家都寧願到醫院去 居家的服務沒有人要照顧 然後另外 行政院非常重視 南向人力的培訓當中 告訴我106年 有辦法訓練3900個人 3900個人 從哪裡來 怎麼做 訓練完之後 他是不是真的願意 去做南向服務的工作 都沒有具體的說明 拜託你 要寫 這份報告 你的業務報告要寫 就寫得清楚一點 謝謝 謝謝 我們再補充給委員 好 我們現在休息七分鐘 謝謝 我們現在的行政院 是否還要宜 要宜規定 人家的勢力 如果有必要 福利 我建議 有一個... 要秘密的 一張 我刚才一位出一块鱼儿, 你们不就好看, 但如果他是を再来, 都要点赞, 有点赞, 但他来自买的东西,是一等的。 我不行的, 我被打出一个,我们就会打开了。 他们就是这样, 大家都会想变。 咱们的我用这个打ieltro, 掠拳就好。 我会打开, 还在, 或把我打开。 我想, 说这 或者说, 这 也有 某 就是 我的 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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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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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及時去做處理 所以我很想問的是說 對於這樣子大概有八九天 我想這事件絕對不會是只有八九天 應該更早 我想仲介那邊應該都窒息 可是他沒有處理 可能也壓下來了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勞動部 對這個事情如果就我們了解 這樣報導的事情的了解 那是不是跟你們所了解的事實相符 報告委員 大致上我們沒有查很多 但是在我們同仁的部分 它達到1955之後 我們的處理倒是按照 你們什麼時候接到 1955什麼時候接到 下午 9月9號 所以已經是 已經第二次 自己錄製影片的第二次上傳的時候 你們才收到 我關心的是同仁有沒有去延遲這個事情 看起來同仁是有按照我們SOP在處理 但是問題就出在剛才委員講的 仲介 仲介這段時間他知情 但是他沒有報 所以根據我們相關的規定 我們覺得他沒有善盡到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所以我們現在要罰他 所以你的報告裡面有提到說要針對他做一些的所謂採訪 會有哪些採訪 目前可能要罰他的沒有善盡管理人的責任 影響到整個外勞的管理計畫 大概我們可以罰他六到三十萬 六到三十萬 所以這部分你們會在進行相關的 已經在進行了 已經在進行了 好 來下一頁 那我就很想再來處理的是說 好 那有關這個是過去勞動 你們勞委會公佈的一個所謂的政府在處理外勞 性侵愛防治的一個通報機制 這個表單非常的細 我後來放大就看了 真的非常複雜 好 重點在這些防治的動作裡面 都是要被告知 都要被告知才知道 那這個防治裡面其實過去的 包括媒體的報導也提到說 像外勞的性侵 大概去年是大概一百二十二人次 然後康務工裡面就佔了九十人次 就大概佔了七十四%左右 所以其實家庭內 因為某個程度是關起門來 那我們的外勞康務工 也沒有單獨自己的房間 然後也沒有一個可以上鎖的門 所以這樣的情形 其實它的安全是 確實人生安全是蠻堪憂的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我們在這個通報流程裡面 除了加害人跟被害人之情之外 他會來通報 如果他還沒通報之前 誰會知道 誰會知道這件事 最有可能知道的 可能是仲介 或是他的翻譯員 那我們有刻意這些翻譯員 或是所謂仲介責任嗎 剛剛除了這個法則 有沒有在知情的情況下 他有責任要通報 在法裡面有沒有這樣的違反 我們從現在目前的法制上面看起來 沒有對不對 通報是比較弱的 所以這關是有 我們現在已經在左手在修法了 是 我覺得這塊確實要 因為仲介扮演外籍康務工來到台灣 他其實非常重要的一個 應該說聯繫對外或是對他 對他的人身安全或是他的工作權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刻意他對這個 對 通報的責任 過去是真的是比較缺這一塊 是 那未來如果這個仲介在法律被確認 知情不報 不曉得有沒有什麼樣的罰則 未來是吧 對 未來如果在修法上有可能 未來我們就定了這個之後 我們就會相對的會定出罰則出來 那目前是柯他是 他知情不報的前面 他有沒有善進到 對 目前是這樣 那有可能到停業或撤銷執照的這個情況嗎 這應該會是在配套裡面 包括說他到什麼程度 嚴重的程度 他當然就會給他比較重的這個處罰 好 那我想在這個責任通報之外 我想我們勞動部有一個非常好的工具 就是給我們這個外勞有一個手冊 那每個人進到機場的時候 都會給他一個手冊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 這個手冊確保是不會被拿走嗎 因為有些這個有心人士 他可能一來就把他收走了 所以他對於自己的權利義務 還有相關的求助可能就 他在機場的時候 第一個他已經也被講席了 所以他也拿到手冊 然後他回去之後 我們現在目前 我們還做了一個他母語的一個影片 想要回去看 那要確保他有沒有拿到手冊 有看到影片 我們的訪視員 在他到之後的幾天之內 地方政府就會派訪視員去 去確保他手冊 去拜訪他 然後確定他有沒有拿到手冊 有沒有看到影片 好 那因為在您的報告裡面 又提到說 這個未來在1955的專線之外 還要跟我們所謂的 設政的高風險名單 來做一個勾擊 這地方我就要提出質疑了 因為高風險是針對兒少的 機制來配套的 那你們這個外勞的性侵害防治跟高風險 真的有那麼直接的關係嗎 我覺得要提醒部長的是說 設政有設置他這個高風險的定義 跟他要服務的對象是兒少 那我們勞動部這邊對於外勞 這塊是你的業務嘛 對於性侵害的防治 應該要有自己的評估的標準 是高風險 因為我看到這個高風險的定義裡面 其實是針對兒少18歲以下 為主要的對象群 所以跟我們在現在處理的 外勞的對象群 可能沒有百分之百完全可以吻合 但是裡面有一些相關的部分 其實可以去做資源的連結 然後譬如說他酗酒的話 這個家庭可能對外勞來講 比較容易發生問題 那所以你們應該自己訂定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篩檢 或是所謂的預防的機制 不能用高風險這個名義進來定義 因為這個對象群 是針對家裡有18歲以下的孩子 來作為一個服務的對象 未來我們看有沒有自己 但目前來講 因為他有現成的資源可以用 所以我們就參考一下 我覺得你應該參考他來做一些修訂 而且做一些篩選 就是不一定全部都完全照單全收 是 你說如果他家裡有一個 可能有失業 或是有精神疾病 或是有暴力傾向 那當然就是可能是我們 這幾個就有相關的 但是因為他的對象群是小孩 所以你的這樣子比 我們完全完全同意 不能夠完全照單全收 可以來做一個修正好不好 不要說只有比用高風險 好 下一頁因為時間很短 好 這個有關這個勞動部 現在針對我們的這個新住民 還有這個資深的人 也就是可能比較認識字不容易 所以用口鍊 這個部分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用鍊的方式來考試 這個是蠻好的一個政策 但是我比較關心的 因為在您的報告裡面 比較少配合長照的部分 也有做了一些提出 包括你已經擴大這個失業的勞工 從事機構的照護外 也可以投入日照跟居服單位 這個是我上會期一直在質詢的一個部分 也都納進來了 作為適用 但重點是說 這一次在整個長照2.0裡面 其實很希望能吸引新住民 那我不知道新住民怎麼得到這個訓練課程的一個資訊 你們有沒有什麼管道 署長來說明一下 報告委員 那有關於新住民怎麼樣可以知道我們有一些照護方面的訓練 我想我們就是用透過就是宣導的一個方式 而且有些時候就是跨部會的合作 跨部會的合作 所以移民署那邊也會有協助嗎 是是 我們盡量把這樣的訊息能夠盡量的推廣出來 那我不知道我們今年的照護員的訓練有多少人 我們今年 目前申請訓練的 目前申請的是有 已經核定是4880 那明年的長照2.0要需要大量的人力 這個樣的人力夠嗎 因為其實訓練不是問題是留任的問題 那不曉得留任有什麼樣的具體的措施 就留任的部分我想這我們會配合衛福部去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那去做配合 是 因為衛福部那邊對於長照2.0已經會從薪水的部分會去調整 希望能夠吸引這個照護員 可是真的好多訓練完之後 真正進入到長照系統的就業真的比例非常非常低 那是不是能夠在這部分我們勞動部有沒有其他的一個策略 我們會有一些就業促進的工具會進來 譬如說對雇主有雇佣獎助 對勞工我們會有一個就業獎勵 所以是用這樣子的工具 希望他們能夠投入這個行業 好 這部分還是跟我們衛福部會有一個密切的配合 那另外一個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我看到你的未來的計畫裡面 也針對外籍康務工的喘息計畫會提供 那很想問的是明年預算到底編列多少 因為這個部分接下來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對於外籍康務工的這個 明年預算是4千萬 4千萬而已喔 那很少耶 那你的計畫這樣寫好像讓我想像是很多 因為如果以家庭康務工來講 二十幾萬 二十二萬的人口 如果都需要喘息服務 報名 這是第一年喔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的話 我想我們會去再去討整那個預算 好 我想也配合跟衛福部那邊的整個長照2.0 看對於外籍康務工這邊的一個 這個喘息 家庭的喘息服務 應該要整體配套來處理 我們希望能夠一起合作 好 謝謝 好 謝謝吳委員 我們接下來請陳曼莉委員質詢 還是要請部長 謝謝你 陳曼莉委員好 部長好 對 我想說部長今天都非常辛苦 大家都是 記者也都非常注意到 你的尋答的回應 所以我想說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記得我其實在第一會期的時候 也都一直有講到那個公會法 公費法的這個部分 那那個公會法它其實我們就是說 這個勞動部這邊也會辦一些的座談會 那到目前已經辦了九場我認為是非常的肯定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看到了就是說 在之前勞動部這邊也辦了七天國庆假日的一個座談會 那我們就是在想是說像這樣子的我們勞動部辦的一些的會議呢 我們當然很想要去看一些的相關的資料 可是呢我們就發現它的那個資料的呢就會非常的簡單 記錄也非常的簡單 它沒有註明到說發言的主張的是哪個單位 還有呢出席的人數還有它的簽到都沒有出來 所以呢就變成說它的那個公信力有些時候也會受到一些人的懷疑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也看到在今年九月二十一號就是昨天啊 勞動部有發一個新聞稿是說現在有繳繳一些的那個勞健保的一些的職業工會 然後呢中小企業的這個人數少於三十天的 它就不用來籌組工會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也看到就是說在工會的討論裡面呢 如果以現在看到的資料來說的話呢 它的那個對於人數能門檻這個把它調低的這個部分 好像大家發言的比較少 但是呢我從這邊就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邀請來做這個協助辦理的工會 它幾乎我們都找一些工會的人來辦 所以他們大概會注意的是他們的權利 還有哪些東西還沒有被保障的 他們大概都會談這個部分 可是如果是說對於那個我們人數要把它門檻要調降的這個部分 他們好像就沒有什麼意見 因為他們自己本來就是工會了 所以你變你找來的人本來就是工會 他們根本就不會在意說 還沒有組工會他們的一個情境 所以我想說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不是工是不是我們如果未來還有機會在辦的時候 可以找更適當的人來做這一方面的處理和舉辦 是 包委員我請我們的這個關係是 未來在辦類似這樣活動的時候特別注意這方面 希望能夠幾次廣義多一點不同的聲音進來 是 如果是工會它本來就已經是工會 它可能不太在乎到底有沒有組成工會 因為它根本就已經是了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看到就是說 勞動部的這個派遣工呢 他有加班 但是他沒有領到這個補修 那所以這個也是員工像蘋果日報的爆料嘛 所以你就會看到是說 其實現在的勞工也越來越精了 然後現在我們等於是也有很多的管道 能夠讓我們的勞工們來利用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想說說 我不知道就是說 勞動部目前跟這個 要派單位的這個溝通 後來溝通了怎麼樣 這些派遣單位 和要派單位之間的一個連結要怎麼來處理呢 而且我們的發展署 他們是使用單位 他們來說明一下 好 報告委員 就勞動部南分署來說 本來就應該是一個督導的一個立場 所以呢 已經要求這個要派單位 必須要按照法定 不是 要求這個派遣公司 要按照法定規定來這個執行 換句話說 補修後來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這個派遣的專案的勞檢報告 也會希望能夠有這樣的一些的資料 還有呢 派遣人數 我們現在所掌握的那個派遣人數的資料 我們希望也能夠有 那但是在今天的就是我們的 第12頁這邊的業務報告裡面 好像提供的就很少 那當我們就看到右邊有部長的大預兆 我們就看到一個就是說 部長是說明年我們的這個 就是非典型雇用的人數 也就是派遣的這些人數 不會再征聘 不會再聘用 然後呢 我們現在也會每年減少3% 那我就現在在想說 部長你這樣的意思是不是要經過33年 才會讓我們的派遣業絕跡 是這樣子嗎 不會 這個是發展署的部分 那個是最低的標準 可是你每年3%會不會太慢啊 這樣又33年 這個是最低標準 但是我們當然有其他的配套的 這個目前正在進行的 譬如說我們想跟人士總出去爭取 其他的這個來源的人力 如果說有其他人進來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大幅度的來提高 這個處理這個非典的派遣人力的比例 但是如果沒有這些其他的配套的話 對他們太多的要求 或許會影響到業務進行也不一定 所以是給他們一個最低的標準的要求 那這個可能要 可能就是說勞動部這邊也是要盤點一下 就是說他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這些人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是非常必要的 要33年都要用到他們的話 我是建議部長你可能要跟人士行政 那些單位 可以去跟他們做一個溝通 我們一直在溝通當中 希望說能夠改善我們的人力結構 是 好那接下來我要 我要聚焦到勞動部的官網 勞動部的網站 我們因為也是最近在 查勞動部的一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很習慣的 會上網去找一些的資料 我們就是發現勞動部的這個網站呢 跟民眾的互動 或者一個外人的互動呢 好像就 好像維護的非常不严謹 非常的不夠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個這個勞動部的這個網站 看到裡面有黑黑的 你點進去呢 它是掛掉的 然後呢 它是103年到現在都沒有更新 103年到現在都沒有更新 所以呢我們這個派錢懶人包的部分呢 你完全是沒有功能 因為它根本就已經是掛掉的一個 一個訊息的一個 網站上面根本就是沒有訊息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 這個資料沒有一些的訊息在上面呢 它其實它也會影響到很多人 包括就是說我們會看到 在勞動部裡面呢 有一些的資料 它其實是說我們來匯整 比如說勞動力發展署 會說青年就業的圓末網站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認為是說 它把各單位包括教育部 國防部或者是說 這個農委會等等資料 它都會把它匯在一起 這個非常好 可是呢我們就會看到 就是也是沒有什麼更新 你就會看到這2014 就是103年的資料 103年的資料到現在還掛在那邊 我就不知道就是說 如果是說我們的那個更新的速度不夠的話 其實對青年人的幫助是不大的 那另外像那個勞動部這邊呢 我們也看到官網裡面呢 也是同樣的 就是說我們在看到很多的這網站上面的發布日期呢 就是現在已經到9月22號了 可是我看到最新的一個發布日期是6月30號 今年的6月30號 所以你這樣子的東西就變成是說 大家的閱讀起來就很不舒服 然後呢也覺得沒有資料能夠引用 那我們也會看到就是說像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這邊 同樣的 它104年發了一個訊息 105年發了一個訊息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是說 你那個資料很少 活動很少 內容很少 然後你這樣的資料也沒有更新 然後裡面提供的資料呢 可能也只是一個很簡陋的資料 這樣的資料對於一些人就覺得 沒有什麼用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呢 大家就會覺得非常的不想再去逛了 所以我相信你們的點閱率應該會蠻低的吧 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網站的平台 那像這個職業安全衛生署也是一樣 它的這個資料呢就是放得很慢 它的有點少 不過我想你們可能的職業安全署大概就會知道 就是說我們104年的這個就是 勞動檢查的一個年報呢 是到105年的8月26號才放上來 慢了8個月 那其實在更早之前呢 有些慢了一年才放上來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這樣的東西 當然資料的匯整 我們會覺得很不方便 可是事實上這個會影響到什麼呢 會影響到我們看到的一個民間的網站 他們的資料是要從官方那邊資料拿過來的 比如說1111的人力銀行 還有104的人力銀行 他們在這個銀行裡面呢會揭露 就是說這家公司 你要去求職的這個年輕人 然後去看一下這家公司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人力銀行那邊呢 就會揭露是說 這家公司是不是有違反勞基法 他這家公司要註明有沒有違反勞基法 可是他要去註明這個東西的時候 如果我們勞動部的資料又出來的這麼慢 事實上對於現在要求職的工作人員來說 年輕人來說他可能沒有辦法去確認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確認就說我找的這一家公司 勞動部的資料也能夠更正確 然後讓有一些人他想要去親近勞動部 他可以把這個資料全部都看得到 那我常常會說我們可不可以請勞動部 就是說在首頁的那邊呢 可以做一個就是說有關於這個 我們的所有的最新訊息的傳遞 大家在官網的第一頁首頁就能夠看得到 這個是我要拜託勞動部的 接下來我也是想談一下有關於七天假的這個部分 七天假的補修 我不知道部長你是不是有看到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這個立法院法治局 立法院法治局都會出版一些的就是說 跟一些的這個議題有相關的研究 他其實在這個裡面呢 他有引用到87年勞動部的有一個公文 那這個公文呢就是說 他的這個說法呢 他是講到就是說 國定假日他的結論呢 他的結論 他說國定假日的每一個小時呢 比星期六上班的一個小時還要來的值錢 他的結論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是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我不知道部長您認為同樣的想法嗎 我還沒有很了解他這句話的前後文 但是我覺得 這是他的結論 這些加班的每一個小時的 然後他是從87年勞動部的公文裡面 延伸過來的一個論述 在未來我們一定通過之後 不管是休息日也好 週間也好 或者下班以後那個正常時間以外的加班會 因為你們在87年的時候 你們是講到是說 如果假日 當日的工資照給以外 再發一日的工資 再發一日的工資 可是呢我們現在如果是說是用這個工資 過去禮拜六真的是真的比較少 因為除了那一天之外 只有0.33 0.34跟這個0.67嘛 未來一立休我們那個法案空過以後 禮拜六的休息日跟週間完全一樣了 好所以呢這個也是我們就是非常關心的 就是說整個的立法院的執行的資料的彙整 其實可能跟行政部門會有不同的看法 那我們也看到小英總統說 國定假日七天假這個爭議一定要有妥當的配套 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勞動部趕快把這個配套把它做起來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跟勞工有更好的一個說明 然後說明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盡量的能夠達到勞工的一個期待 那我在這邊非常的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我剛剛提到那個網站的部分 我們會回去馬上檢討 好加油加油 真的是讓我們看了以後都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們徹底來檢討然後來改善 好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林淑芬委員的資訊 主席各位大家午安了 是不是請我們郭部長 請部長 林偉好 部長你好 我先想請你重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就業服務法第42條 第42條的法條內容說 為了保障國民的工作權 聘雇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 這就是我們也經常在講說 外勞是補充原則 但法條裡面也講 不得妨礙本國的第一個就業機會 勞動條件 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 那就服務法的第52條有講 外勞每年得引進的總人數 依警戒指標 要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 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資 所以他責成政府要由 外勞引進的總量管制 那我們知道這兩條對外勞政策 是整個國家為二的 最核心的管制精神在這裡 可是呢我們到底外勞的引進啊 有沒有妨礙本國人的就業機會 目前為止有沒有 有沒有成為妨礙本國的勞動權益的受損 有沒有 我要問你這兩個問題 然後我還在問你 這麼多年開放外勞幾十年啦 到現在總量管制的量沒有訂出來 警戒指標沒有訂出來 然後呢政府就一直耗在那裡 所以我問你 以現在外勞的引進 有沒有妨礙本國人的就業機會和勞動條件 目前大概在進行的就是有外勞引進之前 必須要做好國內的招募 我不是問你這個問題 我問你是現在已經超過六十萬的產業外勞 加社福外勞 對國人的就業機會 勞動條件 有沒有妨礙這一個現象和事實的存在 有沒有 目前因為警戒指標沒有訂出來 所以這方面會覺得論述比較不夠 你到底是有沒有妨礙國人的就業機會啦 我們是用國內的招募來認為說 它不至於會影響 因為 那有沒有傷害到國人本國勞工的勞動條件 這個一般評估起來是認為後多人都會有影響 都會有影響 好 你們勞動部104年委託了研究報告 低薪資對我國勞動市場的影響與政府的因應策略 裡面講到首度將引進外勞的因素納入檢討 檢視它對我國薪資的影響 104年第一次將外勞引進 納入影響我國低薪資的評估 結果研究去比對了外勞人數和薪資關聯性發現 特定三個期間 外勞人數和薪資成長率間大略呈現反向走勢 外勞人數上升薪資成長就下降 這個是你們的委託研究報告 我都講你們委託研究報告的內容 研究推測引進外勞可能降低勞動成本的情況 可能對於弱勢勞動族群產生相互競爭或抑制薪資成長 那如果你們的委託研究這樣子的話 其實呢的確對薪資成長有意志 那該研究還以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和14年的 主基礎的人力運用調查原始資料 以及勞動部自己的統計處 外籍工作者的產業及社福外籍勞工人數的統計數據 去進行分析 結果將資料區分為技術性外勞 和非技術性勞工 結果呢 實證統計分析以後發現 產業僱用外勞比 對於非技術性的勞工個人薪資影響 皆為負向顯著 那就表示了 若產業僱用外勞 占的比例越高 將造成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水準的下降 那也根據這些實證去比對 你會發現產業僱用外勞比提高了1% 將降低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水準 其效果降低的效果有0.1429% 0.1146%和0.1999% 對於非技術性勞工 因為引進外勞對本國基層之類的工作 機會有替代效果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引進非技術性就低技術性 大概藍領的這些外勞 這一些工作機會會產生不是補充原則 是替代效果 導致非技術性勞工的薪資水準降低 那顯然這些描述你們的委託研究報告 其實它衝擊了非技術性勞工的 這個勞動條件薪資變低 其實連替代效果就業機會都受到衝擊了 那我現在要問你 從100年到現在 這5年半的時間 短短5年半而已 總體的外勞 從42萬5000人變成60萬5000人 5年半增加了將近120萬的外勞 而且集中在產業外勞 產業外勞理念面呢 有一大部分呢 除了3K行業的專案以外 成長最多的就是extra 附加的外籍勞工 extra不是那個口香糖的extra 就是說雇主 你只要多繳一點就業安定基金 你就可以增加聘用雇外勞的人數和比例 繳得越多 給你聘的越多 就業安定基金的錢就越收越多 就業安定基金就可以幫政府解決一大堆麻煩的事 政府遇到不能解決的事 沒錢的時候 就業安定基金的錢就可以拿出來幫政府擦屁股 那我今天要跟你講說 我們要求勞動部依法要擬定外勞警戒指標 要研議總量管制 我們的重點就在這裡而已 部長 我完全了解剛才委員所提到的 所以我們當初就提出我們的計劃是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 可以把警戒指標訂出來 那最近有一個初步的查案出來 所以 警戒指標 那總量管制呢 因為依據你們自己內部也有研議嘛 那世界各國很多國家 他們引進外勞 人家都是這樣講 要事先要先決定引進外勞的需求 總量以後 然後再決定各行業要分配多少的數額 要先一個總量管制 然後再分配 就這個總量分配給各種產業的需求 然後需求不能大家都滿足 你要各個行業去協商 所以這個是東西為什麼重要 因為總量就牽扯到台灣這個社會 你對外籍移工 你的社會的總含容量多少 不是只是幫雇主解決他的勞工需求 沒有找不到工的問題 那還要評估到外籍勞工 對整個社會 他這個社會的含容量 依據這個文化風俗語言 還有這個社會對於移工的這個教育 你投注的心力 我們講新南向政策 新南向政策的最先基層要做在哪裡 要做在教育台灣人 要做在告訴台灣人民 他的所收到的資源也不足 那更不要講到移工 移工處境是更可憐 可是有時候雇主跟移工之間 不只是看護 連產業界 其實都有很多的矛盾 政府都丟著不管 丟給仲介 所以仲介才會認為說 他也在幫政府和國家 在承擔這些問題 移工的管理問題 移工在社會面臨的問題 整體的東西你都要評估進來 告訴我們這個台灣社會 他能夠在目前有限的資源 然後教育國家政府投注的 關注的程度 這麼少的狀況裡面 目前這個階段 他可以涵容的總移工人數是多少 外勞的總量管制在哪裡 我們在講新南向政策以前 先把這一些移工的外勞 這一些問題 先來講清楚 自己要先考慮清楚 要先完善這一些制度 法律定了幾年了 叫你們定警戒指標定不出來 叫你們定一個總量管制定不出來 好像台灣這個社會 是給無限量擴充的 那更不要講成長幅度最高的是 在所謂的 腳越多 quota越多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說 大幅成長裡面 就業安定基金多繳3千、5千、7千 它多的核配率就可以多到5% 多到10%、多到15% 那是不是付錢就可以無限量的請外勞進來 那你們原先要的移架質量做得到嗎 這個extra專案 我們現在的成長比例 從第一年的開放 從第一年的開放 102年的開放到現在 成長到今年 人數是400% 台灣的外勞總成長率是41% 但42、42.35% 在產業外勞總成長的成長率是64.48% 但在extra 腳越多 就開放越多的這個專案裡面 成長率是400% 我們很擔心 那extra哪些行業別可以開放 最多的就是電子零組件產業 電子零組件產業 全部都可以用嗎 還是現在有讀製程的那一部分 extra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那簡直在幫電子業找便宜勞工而已嘛 是沒有限制 不是3K產業的部分 也能大量的雇用 金屬製品業 非3K的也可以大量的雇用 食品業也可以用 包圓他雖然沒有限制 不過他還是因為原來就是3K產業 所以就說3K產業裡面沒有限制 電子零組件 有一大部分是勞力密集 而不是3K 3K我們在講的那一部分 電子零組件本來是鎖定在製程當中 使用有讀的管制品 那種是叫3K 所以沒有人要去做 所以讓外勞去做 但是你現在是開放電子零組件 所有全部包括組裝都可以申請外勞 你說它怎麼會沒有衝擊到我們的就業機會 怎麼沒有衝擊到我們的勞動條件 你的自己的委託研究報告 其實都有講到通通都有 所以刻不容緩 不是說電子業都可以 是當中的3K製程 好啦 你回去 Extra Extra 我們要檢討這個事情 我們要一個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再也不能這樣無上限了 我們警戒指標做完以後 這個社會的總含容量 能夠容納多少的移工 要考慮到 謝謝 謝謝 我們上午的會議進行到這裡 下午2點半繼續開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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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